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是先到剧组去做的别的工作岗位 做过演员助理 导演助理 还有场记这些我都做过 然后就是慢慢地转地做的演员 拍广告什么的这些都有 还是从剧组里面的一些杂事开始做起的 对 你在这个行业当中作为曾经一直在旁边光看的工作人员 有看到过一些让你记忆犹新的事情吗 我都不说谁 但是有一个我就觉得挺吓人的 就一个女演员 就那时候也是做助理嘛 就会身边会有很多这种有名的艺人 但是有一个女演员让我记忆很深刻 就是她就是很严厉很严厉地 就是骂了那个助理怎么样怎么样 我破口大骂 这种情况常见吗 不常见 所以会让我 一般来说演员对助理都还挺客气 对 都还蛮好的 对 只有那一次让我记忆比较深刻 那如果她对你这样你会怎么办 因为要给她面子吧 也不会说现场跟她吵 会辞职吗 辞职 至少会把那部戏跟完吧 要不然她临时再找人也不好找 人还是挺靠谱 你今年是多大了 29 对 29集吗 会觉得生涯短吗 那我倒不会 我觉得我能站到这里 或者是做这个 我就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那你今天来找什么 我们这一部招演员 我就是短视频啊广告啊 这方面我看到 招短视频演员 对 还有广告 那倒是招的 对对对 你现在拍过短视频吗 就跟别人拍 有啊有啊 你的出场费多少钱 大概2000左右以上都可以 2000左右以上 对 都是拍一些有人物关系的是吧 对对对 那都是都是我就是因为人物也很少 就演爸爸妈妈或者是一些什么的 或者一些产品固定的就是那种 你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最少是三万起吧 一般来说现在在北京 你请一个普通的短视频的演员的话 低的有三四百的 高的的确有两三千的 都是按天来算 是的 是吧 嗯 我们这招演员还是招的比较少 待会还是要看一下他的表演功底 那当然要请我们的专业演员 曹熙 来打戏了 曹熙 没有我专业的 我天哪 你坐下吧 谁让你上来的 你好开心啊 你别让我接好 别Q他 杜老师 好 三万起短视频演员 来 第一轮选择曲货磊 还有吴展的 好 好 好